好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内部类 内部类从它的名词上来去解释的话 就是什么意思 就类里边的类 类里边再既定义类 这个意思 那么就是在一个类中的内部定义类 我们先来看一个内部类的一个写法 怎么去写呢 你看啊 这边有一个格式 比如说一个outer outer就表示对于内部类来说 它就是外部类嘛 所以叫outer 是吧 然后里面再定义一个叫inner inner就是内部类的意思 OK 然后它编译以后上述的代码 就会产生两个文件 两个文件 一个是叫outer class 因为它是两个类 还是两个类 虽然说写在一起 在里边写 然后inner怎么去表示 是通过outer这个dolar符号 然后inner.class 是这么来进行产生的 那这个inner就表示 表示这个outer的 里边的类的意思 是吧 用dolar符 真正使用的时候呢 它就把这个dolar符 变成点号 就是outer的 我们的点就是的 是吧 的inner 这么去看 好 那咱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在这儿 public这个是我们要重新创建一个 这是多少了 13对吧 新建一个 text14加了 好 public text class14 然后public standic void main 是吧 是句 ok 那我们需要定义一个类 我们这个类叫做什么呢 叫做outer 对吧 叫outer就外部类的意思 外部类的意思 好 那么里边呢 我们可能是直接定义一个class 当然outer可能有他自己的属性 这是一样的 对不对 里面呢 叫做inner 叫inner 这叫outer class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叫做inner class 这样来就定义 那里面呢 它当然了 它可以定义它自己的属性 就跟我们定义正常的属性 是一样的 是吧 是一样的 它有它的名字 然后它直接可以这样去使用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去编译的话 编译一下 我们看啊 好 编译完了 对吧 编译完执行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编译的这个结果 编译的结果在哪里呢 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两个 一个是叫outer class 就是这个类 然后outer class 这个dollar符 然后里面是一个 inner class.class文件 编译后的文件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未来你见到有一个带dollar符号的 dollar符号的一个类 那就表示这个类一定是一个内部类 对吧 一个内部类的意思 这是编译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 那么如果在外部创建内部类的对象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啊 内部类除了可以在外部类中产生实力化对象 也可以在外部类的外部来实力化 这里注意 除了可以在外部类中产生实力化对象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我们定义好了一个inner class 我们想要去用它是吗 想要去用它怎么去用呢 你看啊 正常我们应该是这么写的 假如说我这儿呢 有一个方法对吧 叫print 叫print 而这个print方法里面要用到的 要用到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 是吧 用到里面内容呢 调用到了内部类的一个方法 叫做print 是吧 叫print 那这个print里边呢 我们可能是 你可以直接在这儿呢 给它声明一个 呃 构造方法可以吧 写一个构造方法 public 啊 这里面写呢 就跟我们正常写类似 一模一样的啊 先先先来讲这个语法 是一模一样的 好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给它传进来一个 内模参数对吧 嗯 然后这一次内容是等于这个内容 他这一次就代表这个这个内容的意思 是不是 这个内容啊 我print的时候呢 哎 我就说打印出这个名字 可以吧 打印出这个内容 是吧 哎 结果来是输出 然后我在外部调用这个print的时候 那时候我怎么去用呢 哎 我就new一个这个inner class 是吧 inner class 然后呢 叫做inner inner 是吧 然后new一个这个inner class new一个inner class 然后给它传进来一个名字 嗯 比如说叫做内部类是吧 叫内部类啊 成员内部类吧 成员内部类 为什么叫成员内部类呢 因为我们通常把这个属性啊 都叫成员属性 方法就叫成员方法 是吧 嗯 所以你看 现在来说呢 就是我们除了在类中啊 除了在类中可以定义属性跟方法以外 还可以定义类是吗 还可以定义 这个类跟我们之前写的类不一样 因为这个类是写在另一个类里边的啊 之前我们写的就是 你看这两类是评级关系是吗 嗯 它不是不是包含关系 你看这个类在外边 它也是在外边是吧 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这个类呢 它就是这个 呃属于 什么 内部关系是吗 所以它内部关系 所以叫成员内部类啊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定义好了 嗯 定义好了以后 如果我们想用 想去使用它 我们看怎么用啊 我们就可能是在这个外部类里面 在这个测试类里面啊 叫 这叫奥特尔 然后叫奥特尔 奥特克拉斯 是吗 奥特克拉斯 这叫奥特吧 等于另一个是吗 这个 奥特 克拉斯 是不是啊 奥特克拉斯 然后再通过这个奥特克拉斯 是不是 我们是去调用它的这个 扑论的方法啊 扑论的方法 你注意到 可以看到啊 我们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在外面使用的时候 同样是调用外部类的方法 在外部类方法里面 又去实力化了一个什么 内部类对象是吧 实现了一个内部类对象啊 然后在这个内部类对象里边 我们去调用这个 实际上是调用了内部类里边的这个 扑论的方法 看到没有 是这么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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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我们来输出 它应该是正常 就是输出这个呃 成员内部类这个这个信息 就答应出来了 对吧 成员内部类啊 这里面我们的信息就在这就输出了 我可以给他换个行 好 那我们刚才说除了在外部啊 这样去里面在外部类里面去实力化 这是啊 就是在外部 哪个是外部啊 就是奥特这个类就是属于外部类是吧 嗯嗯 因为对于这个奥特来说 因呢就是内部类嘛 所以对于他来说他就是外部类啊 在外部类啊 实力化 内部类对象是吧 对不起 并怎么样 并这个调用方法 是吧 并调用他里面的方法 然后去作为这个呃 外部类自己方法的一个功能 一个功能也可能是一个组合的功能 是吧 组合的功能 OK好 那我们想象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啊 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我们呃 他设计这个内部类的这种设计方法就是什么呢 因为内部类也是一个类是吗 他想把啊 我们说 根据我们设计这个面杨对象的这个设计原则说每一个类他只能是什么样专注做自己的事情是吧 专注自己的事情 但是呢有一些事情确实是属于内部类的但是他又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事情 又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事情 这时候好像听不太明白是吧 嗯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事情 哎 比如说这个老板 老板他通常呢 呃 这个业务比较忙 嗯 是吧 那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 他业务比较忙 他需要 需要怎么办 需要去聘请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帮他 帮他的人 对 叫秘书 是吧 哎 他要请一个秘书对吧 请一个秘书 你看秘书是另外一个人吗 对 但是这个秘书是由他自己来支配什么 嗯 他把很多工作 部分工作 把他自己的一些工作 那个人交给谁了 交给他的秘书去完成了 嗯 对不对 那这个秘书呢 可能是他自己的 来去调用 来去使用 只有他才有支配权 是吧 嗯 才有支配权啊 应该说外部的人呢 是不能有支配权的 那这个呃 外部内跟内部内的关系 就有点好比这个是老板跟什么 秘书的关系 是不是 嗯 来跟秘书 因为他自己呢 确实业务太多 需要把一部分功能独立出来 是吧 独立出来 那交给谁呢 又但是这个部分内容 又跟外部又没有什么关系 嗯 是吧 外部又没什么关系 所以呢 他需要在内部里边 自己来去独立完成 对吧 那所以说用到这个内部内 啊 用到内部内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调用方法 啊 比较合理的方法 呃 一般来说秘书就是由老板自己 来去 支配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哎 那别人可能是 没办法支配这个秘书的 是吧 你不能说其他人说 哎 我用 我让你的秘书帮我干个事 可能不行 是吧 嗯 对不对 对不对 可能是不行 因为秘书只能有他他 他办他的事情 是吧 这个意思 好 那在我们这个程序当中呢 呃 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是可以被允许的 对吧 有些时候可以被允许 就是说你也可以在外部 刚才我们说这样可能是不太合理是吧 不太合理 比如说这个啊 小舵是老板 那可能是呃 你比较信任我的情况下 嗯 是吧 比较信任我的情况下 但是你又不在 你让我 我要让让这个小舵帮我办一件事情 你可能不在 那你就直接说哎 你跟我秘书联系吧 嗯 直接给我立出去打交道就可以了 这事是吧 哎 是比较信任的一种一种方式 那实际上这种方式呢 是偶尔的情况也是被允许的是吧 嗯 是被允许的 但是可能不太推荐用这种方式 是吧 嗯 就是因为秘书呢 还是属于这种 老板比较私密的这样一种 一种 这个这个工作人员 对 是不是 哎 不过工作人员 OK 那所以说在代码里面呢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将来用 啊 也可以像刚才那样 我直接使用你的秘书 嗯 直接啊 调用你的秘书去完成某个工作 对吧 那怎么用呢 我们可能就需要用到这个语法了 看到啊 那 呃 这个地方 呃 那么 根据内部类生成的卡文件 就是 奥特 这个多了 英尼啊 多了符号 是生成内部类的个 克拉子对象是这样的 是吧 我们可以把多了符号呢 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呢 将它换成这个点 所以内部类的访问 就可以通过外部类点 内部类的形式去表示 好 去表示 嗯 那因为它是属于非静态数据是吗 就跟我们的这个常用的属性跟方法是 调用方式呢 应该是一样的 都必须什么 依赖这个 外部类对象 依赖外部类对象 为什么要依赖外部类对象 就我要使用小弱的命 我必须得经过小弱的 同意才可以 是吧 同意还可以 所以还得依赖你 是吗 你跟他说一声 哎 我就可以去使用了 是不是 我才可以去使用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还得依赖外部类的对象 那我们就要通过外部类的对象 的方式去访问这个内部类 那怎么做呢 你看啊 这里我们先拥一个外部类的对象 然后通过外部类的点 inner 是吧 去生命一个内部类 然后通过外部类对象点拥一个inner 这个语法好像看起来有点 这个比较怪是吧 比较怪 这种方法是直接调用的啊 这是 直接在啊 外部啊 使用什么 使用 内部类是吧 使用内部类怎么使用呢 可能我通过这个out 通过这个out class 点 什么呀 inner class 然后我定义一个什么 inner 是吗 定一个inner 然后inner的实力化对象 因为它是必须要依赖这个老板是吧 我们说必须要依赖这个老板是吧 所以呢老板是谁啊 老板是out 依赖out的对象点 new 这个语法又要怪 点new什么呢 new这个 呃 inner 啊 new这个inner就可以了 你看 new一个这个inner 里边就是这个 不用写那个外部类了 inner class 然后再通过 inner 点 这个 print 也可以调用到 也可以调用到这个什么 哦他没有传实际的参数是吧 嗯 嗯 就是 呃 在 外 部 啊 在外部 使用 这个 内 部 play OK 你看 也可以使用到吧 也可以使用 但是这个语法呢 看起来比较怪 是吧 用对象点 new 为什么要对象点 new呢 因为你要实际化内部类的时候 必须依赖于外部类的对象 是吧 你必须经过他老板的同意 才可以 没有办法 这是符合我们这个常理啊 但是这种做法通常情况下怎么样 不推荐使用 啊 是不推荐使用的 因为我们说秘书还是不能随便用 是吧 还是不能被随便使用的 你还是得通过老老实实通过这种方法 去调用 是吧 这种方法去使用这个内部类 OK 不要 尽量不要用这种方式去使用 这样的话就表示比较正常一点 是吧 那么在外部类里面呢 在通常在定义一个方法 在里面呢 自己去实际化这个内部类 因为内部类嘛 就是属于他我自己内部使用的 是吧 不能直接给外部来使用 不然的话就不叫内部类了 对不对 好 那么他调用这个Print的方法去使用 就可以了 OK 这是这个在外部创建这个内部类对象啊 呃 我们在看 第一 这是第一种这个写法 第二种写法呢 我们来看 方法内部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内部类啊 可以作为一个类的成员外 还可以把类啊 放在方法的内部定义里面 就怎么做呢 我们在外部类里面有个方法 方法里边再定义一个内部类是吧 再定义一个内部类 然后去使用 这种方式的一个定义 呃 假设说我这个 outer里边 这是inner是吧 inner 你看 我这边再写一个方法啊 再写一个方法 叫public void void 这个叫做 plint2吧 好吧 plint2 这是一个方法对吧 方法 好 方法里边我再去 创建一个内部类是不是啊 嗯 再创建一个内部类 这是怎么怎么来进行创建呢 你看直接定一个内部类就行了 呃 里面再定义 这是 在方法中怎么样定义内部类 这是语法啊 好 里面是一样的 print void print 然后里面你可能可以去做一个输出啊 好 这是语法里面是被允许的啊 是被允许的 呃 在方法中定义内部类 好 那么怎么用呢 注意 自体化执行完了以后 继续在下面用是吧 下面用 你可能需要自己在这里面进行实体化了 同样情况下是 inner 这个 inner class 你就直接在这边 定义一个内部类是吧 叫inner 然后另一个这个 inner class 2 是不是啊 然后inner 点什么 print 你自己去调用你自己的方法就可以了 啊 类在这里面定义 然后呢 并且也是在这里面去 呃 使用 在这个方法里使用 他这样的话呢 也是为了保证这个 呃 作为 把这个方法 把这个某一部分业务独立出来的意思 因为内部类嘛 就是想让他做一些 可能跟这个方法的一些 方法 有关 但是呢他又相对独立的事情 相对独立的事情 就在这个内部类里面去完成 然后完事以后 我们自己去创建对象 自己去打印 啊 就可以了 因为内部类就是这样一个含义啊 ok 好 那我们编译一下 那么执行的过程呢 应该是 呃 应该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 应该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直接调用什么呀 这个outer 点 什么 print 2 是吧 嗯 print2 他就直接能把这个 呃 应该在方法中定义的内部类也能执行啊 也必须这样去执行 ok 这是这样一种呃 这个语法 大家要注意的地方是 方法内部类中只能定义该内部类的啊 这个方法类实力化 这个只能在方法类实力化了 就不能在此方法的外面进行实力化 对吧 好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方法内部的对象不能使用该这个内部类所在的这个方法的非final局部变量 这什么意思呢 呃 方法内部类对象不能使用该内部类所在方法的非final局部变量 指的是 如果我在方法内部这样啊 嗯 使用 这个内部类是吧 嗯 如果我在外面定义了一个变量 叫做什么呢 这个 呃 用int吧 好吧 int x等于10 可以吧 嗯 然后呢我在这个 plane的这个方法里边 我要 使用这个变量 加上多少 x是吗 加上x 所以内部类啊 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它外部类的这个属性 它可以直接用的啊 外面用它的这个属性 所以x的作用域应该在哪啊 是不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 嗯 大括号在这儿呢是吧 那应该就是包含在这个内部类里边啊 对 所以这个地方你肯定想用这个x对不对 想用这个x那怎么办呢 咱们看 这边 你要去使用这个x的话 打印出来 现在能不能用 能不能使用 看到 嗯 这个地方 行吗 嗯 打印出x 我看啊 内部类等于10 是可以的是吧 你看这个地方是可以的 输出是没有问题是吧 嗯 是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我这个方法当中说x等于多少 20 行不行呢 嗯 我们看到 这边就会有问题了 是不是 就会有问题了啊 你直接引用的时候 它就会报个错 27哈 看啊 27哈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就报个错 说 从内部类引用本体变量必须是最终变量 或者是实际上的最终变量 什么意思呢 呃 也就是说呢 你在这边传了一个x10过来 然后到内部类里面的时候 你是不能直接给它复制的 不能直接给它复制 就是它必须保证这个x到达你使用的位置的时候 它的值一直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为什么这么来设计呢啊 它这样设计的就是有它的这个理念的 因为这还是毕竟还是两个类是吗 嗯 你看一个外部类一个内部类 这还是叫两个类吧 那相当于是 我在外部类中定义的变量 在内部类去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呃 相当于是传给了内部类了 嗯 那传给了内部类的时候呢 必须得保证它的这个值啊 到达它使用的时候的值是要移致 是要移致不能被改变 如果被改变了 那就表示我这个x 那就我就不知道你的x是多少了 嗯 原件传给我的是多少是吧 你看它这里面定义的x在这边使用 那意思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就是 这个我让你使用的这个值可能就是10 嗯 是吧 但是你在这给我变了 那我就改变了我的原来的这个意愿 是吧 那就可能是不行的 对吧 嗯 比如说这就好比是因为这是涉及到两个类 好像传话一样 传话一样啊 你可能不太理解 为什么要定义为 定义为这个final类型 他说 是不是 定义final类型 这里面就可以吧 嗯 定义final类型 当然这里就不能改了 因为它是长亮了对呗 对 是不是啊 它就变成长亮了 所以这里就就不能直接去去修改它的值了 定义成final类型 这个意思就是呃 比如说传话 比如我告诉小伙 我说那个呃 昨天杀人暴 嗯 挂杀人暴了 是吧 这个老大了 然后这个都报表一千了 是吧 好 小伙听到这个以后呢 小伙你不知道 然后小伙又告诉了第三个人 嗯 他说你不知道吗 昨天那个杀人暴报表了 这报两千了 是吧 那那个人传的话 哎呦 再报表 那就到达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就完全把这个什么 原意就 原意就改变了是吗 改变了 就在经过几个人传递的时候 就把原因给改变了 嗯 所以说他语法上就规定说 哎 你传我的话的时候 你必须要保证 我给你说的话是要 怎么样 你传的话要保持一次 这样的话才能把我的意思 传达到他那里去 是吧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呢 你必须在这个内部内 使用外部内的这个 啊 局部变量的时候 这不是x是局部变量吗 或者是参数变量的时候 啊 这个是 x x 比如s 是吧 参数变量的时候 你这边要去使用这个s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也必须保证这个参数是final类型 就是final就意思说这个s不能被改变了 嗯 传到这里面来的时候是吧 在这里面要用它的时候是不能被改变的 听懂了吗 嗯 好这个地方是啊 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 这个方法 内部内对象不能使用该内部内所在方法的非final局部变量 非final局部参量 觉得你要用必须它是必须是final的 好你记录这个就可以了 这就像那语法 好吧 嗯 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一致性 对 一致性的意思 ok好 那我们的这一节内部内呢 可能先给大家讲到这儿 好吧 下一节继续 我的意思是 好 好 你就 我说你 好 你 你 你